这种情形你遇过吗? 有一个外国人走过来怎么办怎么办? 要跟外国客户做简报怎么办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问路怎么办怎么办? 轻松学习英文不卡卡 我是Katrina 我是Patrick 欢迎收听卡卡派 卡卡派双语talk show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FM94.3周末的卡卡派双语talk show 我是Patrick 我是Katrina 会在每个礼拜天晚上6点到7点 带公众与大家相见 哇 我们是母亲节过了一个礼拜了吗? 是吧? 哇 过了这一个礼拜 这个礼拜我觉得轰轰烈烈好大哦 你的轰轰烈烈是说 就是疫情的部分 好可怕哦 unfortunately 所以 we need to be on our toes be on alert 是 进逐要很小心 真的 而且就真的是尽量避免少出门了 就是如果公司是可以在家上班的话 尽量在家里上班 嗯 不要再出去了 那如果公司不能让你在家上班 那就自己在家制造一个工作吗? 对 就自己 好极端哦 自己当老板 OK 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 自己当老板 就是微型创业 微型创业很不错 真的 不过说到这里 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年轻一辈的人 他们反而真的没有去找工作 是 就在家里 自己做自己的online business 没错 没错 网路生意 很多 很多父母就 这个小孩在干什么 对 做什么事情都在家里 对 然后结果 他们可以做什么生意 是 可能e-commerce 嗯 OK 就电商嘛 电商没错 做直播 直播什么 打电动也是个直播 或是吃播 直播 对 都是新的产业啊 是啊 是很新耶 然后有些是什么 那个cryptocurrency day trader 是做什么 专门在买卖 对 虚拟货币 这个产业是 那个我们 前手 十年前都不知道有存在的 对 真的 对 很多新的产业 包括说 好 现在居然有 也不是说现在 近期啦 就是有那个 social media manager 嗯 20年前也没有 对啊 真的没有 社群媒体的经理 没错 管理者 是 对不对 就是这些新的 产业的出现 因为世界变得很快嘛 嗯 然后我们现在 很多东西都是 变成数位化 对 OK 然后你看现在 世界上 那么最大的公司们 他们都是做什么 都是 in the tech business 没错 Facebook Google 对 全部都跟 科技相关 是 所以呢 悉尼批的年轻人出现 他们其实就 耳濡目染 嗯 就是反而 我觉得呢 像我们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快四十 是 有一些新的产业的出现 一开始我们还觉得 嘿真的 蛮奇怪的 对 就讲到 就连那个 虚拟货币好了 是 刚出现的时候 他可能 他的那个 入场的时候 有可能 最好入场的时机 是现在 有可能我们错过 是 我们不知道 不过 他的那个 暴涨 对 是完完全全 是没有人 预想得到 真的 而且 完完全全 没有人预想得到 他真的可以拿来买 就是应该说 实际的东西 你去年 如果投 一百万 进入 以太币好了 OK 今年 你就直接 乘以二十 变成 两千万 收场 超嗨 谁想得到 真的 谁想得到 狗狗币 你还占几倍 真的 这些什么 这根本就是 开玩笑的 真的是开玩笑 最近你也听到 那个消息 为什么我们 在讲虚拟货币 就花三分钟讲 那个狗狗币 其实就是被创出来 去讽刺 虚拟货币 他就是要 跟大家讲说 这个虚拟货币 就是一场闹局 所以他故意 选了一个 迷音 一个memes 的狗 就是来讽刺的 结果 他红了 他自己也爆红 真的 所以那个 创办人 因为他就觉得 这个是个闹局 所以他在2015年的时候 他就把他自己手上的 狗狗币都清空 卖出 就换了一台 HONDA的车 今天 狗狗币的市值 可以买下 整个HONDA的公司 哇塞 谁想得到 所以实在 一直变化 好 我们讲到 那个虚拟货币 就是 有风险的投资 不知道 真的是没有人 说准是怎么样 没错 所以他不会在 任何的教材里面出现 那我们 刚才为什么会讲到 这时代变得很快呢 就连做生意的 这个 know how 做生意的方式 闲销的方式 一直改变 一直不同 所以呢 很多的 就是 很多的老板 就是老一辈的老板 有可能 他们在赚到人生的 第一个意义的时候 那个 Mark Zuckerberg 就脸书的串判人 都还没出生 真的 然后忽然出现了 那个 social media OK 就社群媒体 是 然后呢 他们就要去学 然后又不知道 这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 然后就请了一个 公读生来当小编 然后就要那个 公读生 要有办法下广告啦 制造内容啦 做行销啊 好像就是 所有的这个行销的重任呢 都pass给这位公读生 那这样有办法吗 对啊 到底有办法吗 对啊 所以那个小编 就是很辛苦了 真的 就是那个一机多用 要做很多事 一机多用 真的 那我们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讲到行销 其实 也刚刚你讲到 因为疫情嘛 就很多人就是 被迫要在家里嘛 那很多人确实呢 就是因为要在家里 所以呢 他们就在家里 开始了他们 新的生意 就是微型创业 对 那很多的生意 确实是可以在家里做的 是 对那可能大家已经 知道说 电商 嗯 做那个 电子商务啊 是是是 买卖啊 或者有些人是做 dropshipping dropshipping 是吗 no no 哦 那今天要还好的 来聊一下 跟您说几个 英文单字 好的好的 那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字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是 e-commerce嘛 没错 就是electronic commerce 好 可以在家执行的 是 那当然现在很可能 就是大家听到电商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是什么了 没错 那这个20年前 10年前可能 也不是大家那么熟悉的 嗯 但现在 现在因为就是 网络的时代 扩展的太快了 嗯 你在网络 可能打拼一年 等于实体店面的10年 都不一定 嗯 如果做对的话 嗯 对那所以呢 有一个字很重要 就是e-commerce 嗯 嗯 电子商务 没错 那电子商务是什么 你来 如果说我问你 哎 哈喽 跟我解释一下 什么是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就是 我们直接在那个 呃 网路上做 所有的买卖行为 然后呢 呃 还有什么东西 就是透过网路 对 卖出 贩售出 对 产品 或者是服务也好 是 没错 没错 那我问你哦 你觉得那个 呃 Uber算是 电子商务吗 Uber算是呗 哎 算是 对 没错 没错 对啊 因为我们就是要 透过网 因为他提供了服务嘛 对对对 对不对 是是是 UberEats也是吗 是吧 也是提供服务嘛 对对对 把食物送到你家 是是 OK 那 那他跟 一般的电商不同的是什么呢 电商 呃 电商的 应该说 你说跟一般电商 电商 对啊 他也是电子商务 是 但是呢 那个 呃 严格来说呢 不是一个生意 是 哦 如果你今天去当Uber的司机好了 是 100%是会赚到钱的嘛 嗯 庸置疑 对 对那 他是不是 一个可scale的生意 嗯 scale 就是 你可以 扩大 扩大 没错 除非你可以分身嘛 是 活影忍者 那就可以scale 对没错 对那 所以我们现在 一般讲的电子商务呢 是在讲 可以scale 那他才可以成立 是个生意 OK OK 所以呢 很多人在卖 实体 实体的产品嘛 对 牙膏啊 任何产品的衣服服饰 饰品 那它可以scale 是因为你一天卖10个 跟你一天卖100个 工是差不多的 那就很多人在家里就开始了 开始贩售一些自己 可能自己有热忱的产品 在美国也是 很多的 这个在一开始 就是蛮有趣的 很多的刚生小孩的妈妈们 就不去上班 然后就觉得 哇在家好像有一点无聊 要做什么 那就真的就开始e-commerce 在亚马逊卖卖东西 然后没多久就发现 那为什么我现在赚的钱 比老公还多了 老公就加入了 OK 非常多这样的故事 因为网路的扩展太快了 太快了 没错 那现在新生代 还有做什么生意 新生代做生意还有 YouTuber 没错 YouTuber 很多人也在做这个 那它是不是一个生意 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不是一个正统的 好像是一个事业 但是其实它是 因为你好好的系统性的执行 制作内容 好好的计算你的曝光度 是有价值的 有商业价值的 有些人在做直播 可能打叮咚 讲话很好笑 那它是不是也是个生意 是 有可能是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那这个是不是一开始会不稳 或是一开始它需要一个酝酿期 对不对 所以在美国大家就认为 这些叫做side hustle side hustle 可能你有一个正职工作 OK 我们要对自己负责任 对不对 你完全all in也是有点危险 所以就会有一个side hustle 你白天可能就去工作 工程师也好 老师也好 那你在下班之余呢 也是在家 是 OK 那做点什么嘛 那这个side hustle 会不会有办法 有一天呢 它带来的回报 超过你的正职 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嗯哼哼哼 真的 那现在这个时代 网络时代 对不对 对 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freelancing 嗯 这种违行的 micro business 对 你有办法在网络上操作 嗯 包括什么 你可以 你可以想到什么 你说在网络上操作这些东西 你要想到什么 你有什么技能 是我觉得你的文笔很好 那那就是 所以呢 你可以当一个什么copywriter 嗯 就是 就是因为现在呢 很多的公司他们卖东西 他必须在网络上贩售 对 那谁帮他们生产他的内容 对 网络内容需要有一批人来做啦 来写 他要嘛就是 写文章 很多公司他 如果没有办法in-house 就请一个full-time 人的话 他必须要outsource嘛 嗯 他就必须 那个 外包嘛 给广告 那他就要 需要有 专业写手呢 专门在接这些外包 是是是 所以呢 在美国呢 有些 有些copywriter 他只是在 那种freelance的平台哦 嗯 专门接案的平台 只是 他只写东西而已 负责写东西哦 他每个月的营业额 都是十几二十万美金 哇 很厉害耶 那因为市场大嘛 需求大嘛 是 然后有些人呢 OK好 我现在讲到的是 是因为商家需要这些内容 需要有人制作嘛 对 有些人他的工作 他就只是帮产品图去备 OK 他就做这样而已 OK 那也是一个生意了 对 那能不能是一个side hustle 可以啊 是很累 没错啦 很多 早上呢 去上班 晚上回来说 做点事情嘛 对不对 然后开始去备产品图 很多东西啊 那 那现在因为 很多的老板 因为他不懂的 这个 因为网络行销的发展 太迅速了 对 所以他里面有一些概念 要自我去update到 非常的 on the dot 就是非常的 就是在 就在那个 对 非常 非常有办法跟进到的话 对不对 是 可能有点困难度 所以通常都会请人 那如果没有办法请一批行销团队 通常就是outsource 那outsource给谁呢 所以就在美国就出现了一批freelancer 这些freelancer呢 他们的收入绝对是不会输给 去有正职工作的 因为需求量太大了 今天你只会写copywriting 只会写广告词 你绝对有饭吃 你会修图 那就会有饭吃 真的 为什么 因为产品都需要修图嘛 是啊 是啊 那就很多的人就在家里做这些事啊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 好 还有什么know how 是可以直接换成换成钱的呢 嗯 这些人要卖东西嘛 商家要卖东西 公司要卖东西 卖服务嘛 对 那需要做什么事 需要做什么事情 卖服务的话 那总要有人去服务呗 知道吗 总要有人去服务 他要卖东西 那需要有人知道他们的东西存在啊 啊 对对对 让人家最快知道你东西 你的产品的存在 就是下广告啊 对啊 是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又有出现了一批的人专门是 叫做广告投手 OK 专门在下广告了 那下什么 可能脸书广告啊 是 脸书跟IG现在几乎是一起的嘛 对对对 Google的广告啊 嗯 那这些人他就只会 可能就一个 可能他会脸书的广告 可能会 Google 关键字 OK 这个SEO 对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搜寻 搜寻引擎 搜寻 对对 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常常也听到这些字啊 就是 哦 你要做SEO 那就很多人去问他说 来来来来 你跟我解释什么是SEO 对 OK 那 其实有些人是不知道 对 跟Google可能有关系吧 那要做什么 嗯 对不对 所以就不知道 所以就需要去请一个人来执行嘛 没错 没错 所以呢 那个 新一批的 这个profession 嗯 新一批的 这个 这个行业就这样产生了 嗯 就有些公司 他就真的只做广告投放 哦 他就只做Google的广告投放 OK 那有没有帮助到 这些业者 非常大的帮助到业者啊 是啊 是啊 你现在 你现在 能在走 传统的广告模式吗 就完全不可以 就是很少嘛 对 现在你来租一个很大的看板 或者 或是哪一张那个 就是A4的纸 就贴那个 不高栏 对 然后来算算看 哪一个效益比较大 是 投给Google 投给脸书 效益比较大呢 还是去发那个 十万张传单 传单 嗯 或是制作那个 人形立牌 走来走去 还是去 去租一个超大的看板 嗯 那个Banner 然后放在 现在那个高雄最多人 汉神巨蛋那边好了 真的 哪一个效益比较大 绝对是网路的 就是这个 很难讲啦 那 哪一个效益大于寡呢 可能 我现在没法说 但是呢 有一个东西是确定的 就是看板的效益 你算不出来啊 对啊 但是呢 网路上的广告呢 的效益 你算得出来 嗯 我今天 投了多少钱 换来多少人 点去 网站 嗯 换了多少个单 是算得出来的 嗯 没错 所以呢 所有的 网路的广告 如果做得好呢 它是 可以优化到 它是正转 嗯 然后我今天 丢五块 然后我换来八块 哦那也还算正转吗 那划得来吗 我丢五块 赚三块 啊那OK吗 对不对 可是 传统的广告方式 那个ready 呃什么 电视啦 是 然后看板啊 灯报纸啊 好这些的 甚至 有时候radio也算不出来 没错 像我们现在做广播嘛 只是 八百万个人听 到底谁听 就是说好 我现在来 那个 你们打这个电话 可以买这个中药 好到底几个人去买 是听这个来啊 就不知道 很难算嘛 真的 你好像有卖过一样 没有卖过 我指令而已 对耶 真的 就无法算啊 对啊 所以我们今天 为什么要聊到这个呢 就是很多的新型的 微型的创业 对 其实跟digital marketing 是连在一起的 没错 没错 就是很多的 小型生意好了 可能有可能会变成 大型生意 对不对 那都跟网络行销相关 嗯 所以这个 这个确实 大家必须知道了 我们最近 有时候也会被邀请到 去大学 做演讲嘛 是 那他们最常 给我们的主题就是 创业啦 嗯 网络行销啊 是 大家都在讲这些 哦 很多的 新的公司就出来 就是开始 提供 相关服务给企业嘛 是 那我觉得 每个企业可能要对 行销 也是要有一定 深度的了解 了解 嗯 因为你对他来讲 如果是一个 模糊的状态 那 里面呢 就有空间 让cowboy存在 嗯 cowboy的意思你知道吗 cowboy是 就是 呃 因为呢 每个产业 对不对 只要他不是 非常的 透明化 就会 有人 在当中呢 exploit 嗯 exploit就是 占便宜 占便宜 没错 因为别人不懂嘛 所以他就可以 任他讲了 对 嗯 这么说 matteo呢 因为他了解 我不了解 对 所以呢 很多人他 他可能就是 呃 在别人的 不了解上 资讯不对等的 状况之下 可能就稍微 赚 商家的便宜 嗯 那 当然 每个 每个产业 都是有存在的 嗯 法律上 有些人不了解 那就有人会 从这个占便宜 对 没错 当一个产业 遭漏洞 当一个产业 你是完全了解的 那当然就没有人 没有人敢给你糊润 比如说你今天去剪头发 然后那个 那个电影员出来说 ok好 你剪个头发 我跟你说了 算你便宜 三万六就好了 这个我觉得应该 不用对这个产业多了解 大概三万六也是觉得 是呢 然后你就不知道 好 就是 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是行情吗 可是他又算我便宜 剪头发真的就是这个价钱吗 对好 我只是主力 是是是 那在很多的产业 对不对 对 你可能真的是不知道 嗯 真的 你今天找人来帮你投广告好了 是 这个价钱怎么算 对啊 对不对 很难算 你今天找专业写手来好了 嗯 甚至去找行销公司来 这个东西要怎么算 对啊 到底怎么算 那当然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公定 因为呢 海光剪头发好了 对 有一百块跟七百块 对啊 对啊 还是有 也是有一千多块 还是有人接受的 是啊是啊 对 那这个不同在哪里 不同在你的know how 有可能功力 没错 不同嘛 对 设计师 有一百块 也有几百万 对啊 对不对 当然呢 当然那个程度 有好与好坏 对 但是呢 因为每个人都有预算嘛 是 所以你如何去优化你的预算 嗯 每一个公司 他也是有行销的预算嘛 是 怎么样去优化 这个行销的预算 然后找到适合你 对 就是说今天 我们要找人代言品牌啊 嗯 那你的预算有办法请 什么 大咖的 大咖的嘛 哎呦 可能不行啊 你是请一个小模啊 是啊 对不对 那你要优化嘛 当然我也知道啊 我现在要 卖上面就请周杰伦来就对了 第二天就倒了 真的 第二天就碰玫瑰了 真的就碰玫瑰了 对啊 所以呢 要符合预算 是 好 那我们刚才所聊的 其实都是行销 那我们现在 放首歌呢 我们等一下其实 稍微再来介绍一下 Digital Marketing 嗯 我们刚才有稍微讲了一些 网路生意啊 大家可以做的 对 我们现在看来又要 很长的时间在家里了 是啊是啊 是不是可以做点 Side Hustle呢 没错 但如果要做Side Hustle 都脱离不了Digital Marketing 嗯 所以里面可能有一些单字 大家是需要稍微了解的 OK 然后我们再听一首歌之后 我们再来聊聊 Digital Marketing 好的 没问题 那这首歌呢 我来带一首非常甜的歌 叫做Beautiful and White 你听着温暖的声音 Just say the sun 让我有整天好心情 Just say the sun 分享生活点点滴滴 随时陪伴着你 你最好的马迹 好的 那我们听完了 这首歌之后呢 你刚才讲到 就是我们接下来 就要来继续来聊 这个Digital Marketing Digital Marketing 数位行销 没错 OK 为什么很重要呢 是啊 因为 我们今天被影响去买东西 都是看到某某数位广告 绝对是 你上次手滑买的东西 是看到了什么 对 看到了那个爆米花 然后在哪里看到了 在IG跟Facebook上面 或者是点点Google 进去的 我不知道 我只要点了一个 点一个爆米花 我接下来看到 全部是爆米花 那不然 很聪明 他们就知道 你对爆米花 有感 是 所以 他的演算法 就知道说 OK 把爆米花 相关的广告 秀给你看 就对了 没错 没错 所以 他们自己的演算法 也会持续的 优化广告 所以 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数位时代 非常厉害 很可怕 所以 如果要做任何的 任何的生意 任何的business endeavor 我们真的是 觉得大家 要好好的了解 什么是数位行销 真的 那要讲数位行销呢 是不是要先解释一下 什么是行销 对 什么是行销 什么是行销呢 对 如果有人问你 什么是行销 对啊 什么是行销 就是把它销出去啊 就是把它销 OK啊 对 那个 但是 行销跟 sales marketing跟sales 其实是不同的 对 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有些公司里面 是两个分开的部门 对 sales就是mine 对 那行销呢 就是去做行销的事嘛 是 让产品曝光 对 OK 所以有时候是不同的 所以我现在呢 想要 给一个例子 OK 这是我在一本书 我很喜欢的一本书 关于行销的书 看到的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但它是英文 我念出来 那看你能不能帮我翻译 好不好 好啊好 没问题 它是一个 用一个很轻松的例子 来比喻 就是有一个马戏团 快要来到我们这个城镇 OK OK 如果 如果 你写在一个板子上 然后就写 马戏团已经要来了 然后就在这个礼拜六 要来了 这个东西的话就叫做 那个 广告 没错 OK And if you put the sign on the back of an elephant and walk it into town that's promotion 哦 所以 如果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 那个板子啊 放在那个 可爱的大象 可爱的大象 的背上 就是后面 然后呢 让它在这个 整个村庄里面 走一走啊 这个呢 就叫做 promotion 那个叫什么 大家都知道 什么是promotion 对没错 就叫做promotion 对 If the elephant walk through the mayor's flower bed and the local newspaper writes a story about it it's publicity 哇 这个是有点 nanny do 就是当这是大象 带着你的看板 走过了 那个 梅尔市长 市长 对 花园 然后呢 这个报纸呢 就写了一篇故事 关于这个事情 就是 publicity 哇 对 那个是宣传 嗯 and if you get the mayor to laugh about it it's public relations 哦 就是如果你 你让那个市长 来 笑了一下 觉得哇 还有趣哦 就是 public relations 公众关系 公众关 做得好 对 没错 没错 and if town's citizens go to the circus you show them the many entertainment booth explain how much fun they will have spending money at the booth answer their questions and ultimately they spend a lot at the circus it's sales 就是他最后 看到这个里面 马戏团 然后有很多的 很多的那个 摊贩啊 什么什么 都很好玩 很多人来这里 然后你介绍 说 哦 你能让来这里 你会多么好玩 会有多美好的时光 然后他们花了很多的钱 对 这个东西就是销售 就是sales and if you plan the whole thing that's marketing 就是以上这些东西 都是你策划的 那就是行销 哇 说得很好 超好的 蛮有趣的吧 对 蛮有趣的 而且这样听得很懂 懂了是不是 对 我懂了 好 完全懂 那行销懂了 我们就现在 make transition to digital 那就是在数位的部分 对 以同样的这个逻辑呢 转移到数位的部分 好 那digital marketing 是什么 嗯 就是在网路上一样 在网路上做 类似的事情 是 对不对 因为刚才的那个故事 是整个实体 要赖我们的城市 对不对 那你最想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大家知道 是 然后怎么样让大家知道 那你就开始写 写东西 总是要写出来了 人家很知道 你做了个招牌 招牌是放在地上吗 没有啊 你放在大象身上啊 你噱头嘛 是 然后呢 又走过了这个花园 市场的花园 然后就有报纸来报导 嗯 就增加了曝光度 是 OK 那今天digital marketing呢 就是使用 power of the internet 来做这些事情 对 全部呢 我们刚才做的所有事情 全部都在网路上做 没错 嗯 可以理解了吗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那你怎么做呢 对 有哪些事情可以做呢 就是从刚开始的 假设说你今天 是在卖那个萝卜糕好了 嗯 OK 因为很明显 你没有马戏团嘛 是 那你可能卖产品 你今天是卖萝卜糕好了 嗯 全素的萝卜糕 嗯 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可口 可是呢 在吃过之前的 没有人知道啊 是啊 他不知道你的产品多好啊 嗯 那他第一个接触点是什么 开始去 第一次 第一次接触到你 或你的产品 或是你的品牌 第一个点是什么 第一个touch point 其实 是就是你的行销啊 哦 他不知道你的产品多好 没错啊 没错 他知道你的行销多好 是是 没错 所以呢 行销第一线嘛 很重要嘛 对 那你在真的要来操作 digital marketing 数位行销的时候 那有什么东西可以操作 嗯 其实你绝对是知道的 嗯 因为你也是属于新生代的 对 就可以用在 Facebook上啊 在IG上 Social media上 或者是有自己的网站啊 还是什么来做 对啊 那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什么 在网络上曝光嘛 没错 因为现在大家几乎接触到 一个新的品牌 嗯 几乎啦 除非是你阿姨 或你表妹表姐 阿嬷跟你说的 OK 你几乎是在网络上看到 没错 所以呢 在网络上 这方面的行销 就要做得好嘛 是 那我们刚才有讲了一个 就是SEO 嗯 因为你提了 网站嘛 对 那网站其实 如果做好了 也没有人知道 那就等于没有用啦 对啊 因为必须要 再漂亮 因为没有人看到啊 因为没有用 因为没有人会点进去 对啊 那所以呢 就有人 就开始 还执行 SEO 就是让 每一个人 可能要找 找 萝卜糕 然后他就当然是去Google 对不对 其实Google已经同志了嘛 他就去搜寻引擎 是 打萝卜糕 对 或者是 萝卜糕是早餐吗 对 早餐 早餐 或者是那个 点心 然后你就出现了 是 然后他就点进去 然后看到 哇 好可口的照片哦 然后又用了 全部都是 有机的 嗯 然后用的 油又是 最健康的 嗯 然后那就被你说服了 然后就买了 对 然后这个呢 动作呢 就叫做 Paper Click 那个是什么 触及率吗 不是 好 我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有一点点 需要稍微解释 刚才我们一直讲 Paper Click 我们刚才讲的 SEO 对不对 对 就是呢 搜寻引擎优化 让大家在搜寻 某某关键字的时候 找到你 或你的品牌 跟你产品 那瞬间找到呢 就是你要 做广告投放 嗯 OK 广告投放就是 你跟Google 竞标 比如说 萝卜糕这个关键字 是 然后当然就有很多 卖萝卜糕的商家 都去竞标 所以每一个 关键字的价钱 是不同的 嗯 所以呢 你可以跟Google说 如果呢 我要竞标 那个 萝卜糕 只要有人 搜寻萝卜糕 你就把我的 网站秀出来 在上面 嗯 OK 那有可能 有人标 五块 有人标七块 那你就 好 我标九块 然后你就排最上面 嗯 大致的逻辑是这样 是 那这个又不是 这个又不是 完全的SEO SEO是 还有包含 另外一个部分 就叫做 Organic 是 自然 自 有机式的 嗯 有机式的 排名 嗯 就是你的网站里面呢 有出现很多关于 萝卜糕啊 点心啊 港式饮茶啊 或是健康意识啊 健康饮食的文章 嗯 那很多人会去看嘛 就会注意到嘛 搜寻了相关关键字呢 你的网站就自动的跑出来 嗯 OK 那这个也是 SEO的一部分 哦 就是在你的那个 内容的部分 也必须要去下苦工 SEO的人呢 他这两者会病情 嗯 所以一直下广告呢 是马上有效嘛 但是你马上 你把网站关掉了 有可能就又没有了 对啊 效用就没有 啊有可能 你一直下广告 你没有办法 造成正转 就是呢 你卖一个萝卜糕 你可能还倒亏 嗯 因为要很多人 很多人点进来 但是每点 一个人 每一个人点了 那个广告呢 你就要付钱嘛 嗯 对没错 对不对 那有可能你卖一包萝卜糕 你还不够去补 嗯 付给Google的 Paper Click 它叫Paper Click 就是叫做 每点一次 付一次钱的意思 对对对 没错 对 那所以呢 要并行的是什么呢 就是内容 嗯 对 所以呢 就又出现另外一个词 叫做 Content Marketing Content Marketing 内容行销 哇 你看啊 今天网路上 对不对 你几乎不管搜寻什么 都有人写相关文章 对对对 对对 如何教小狗狗啦 嗯 OK 如何去除狗狗的臭味啦 哈哈 OK 然后家里的桌子怎么DIY啦 嗯 OK 然后什么 那个冬季如何穿搭最美啦 OK 就任何一个 没错 那请问是谁去制造这些内容的 这边全部都是写手们 是吗 好那那假设都是写手们好了 OK 那谁付钱给写手们去制造这些内容 那当然是那个业主咯 就是 老板啊 对 那你觉得有没有 有可能有些人啦 就是那个 对某个领域非常的热衷 嗯 他就是个部落客 对 所以他写了很多相关的内容 没错 不求任何的回报 是 可能有 是 但是那个 整个网路上内容太多啦 全部人都是这么佛心吗 嗯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所以 他会是不是有一个目的 对 最终就是 要么就赚广告费 是 要么就是赚什么 买出他的产品 没错 没错 所以任何一个产品 比如说他是宠物品牌好了 嗯 他就制造了几百篇的宠物相关的内容 嗯 所以你怎么搜寻呢 就会找到他 说哦 那个狗狗一直抓身体养耶 哦 又找到了 同一个品牌 没错没错 哦 刚出生的那个狗狗要怎么清洗 哦 又找到同一个品牌 嗯 这就是内容行销做得好 是是是 然后他每一篇部落格 部落格 嗯 每一篇内容好了 可能就解决了一个 我们需要的一个问题嘛 对对对 那他每一篇里面 比如说都有十 十个二十个人去看 嗯 那他一百篇 每一天都有 多少人去看呢 好 就是蛮大量的嘛 对啊 就两千个人 然后那么多 这些人去看里面呢 里面有一两percent 去买了他的产品 很多人耶 就二三四个人 所以这个概念就是 内容行销 是是是 我说到这边 你会很复杂吗 我觉得不会 就是反正就是 他按进去嘛 然后 然后就是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转换吧 转换率的概念 对啊 好 那刚才讲的是 搜寻引擎嘛 是 所以今天一个人 要在搜寻引擎 搜寻到你家的萝卜膏 他是本来就已经在走了 嗯 就是 我本来就是想吃萝卜膏啦 我就去打这个关键字 所以找到你 或者我要吃点心 我找到你 OK 那但是呢 又有另外一批的人 对不对 他还没有想到要吃萝卜膏啊 对 可是呢 你可以说服他 吃萝卜膏 嗯 对 没错 就他可能在找食物的时候 然后这些人 你要在哪里触及这些人 对啊 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要找萝卜膏啦 所以他就不会打 搜寻啦 他不会去打 萝卜膏这个关键字 在搜寻引擎 搜寻你啊 对啊 那这样的话可以 另外一批人 他可能 有可能 他可以说服哦 被说服 是 那你要在哪里触及他 就是在他看的那些地方 去出现广告 大家都在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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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你最近手滑的地方啊 你说像是 社群啊 没错啊 没错 对不对啊 对啊 社群 每次我想说 我在有华室 我想的这么复杂 对啊 社群啊 然后还有什么 对啊 各式文章 所以你在社群 不小心被说服了 手滑了买东西 有可能是 一开始你就没有想要买啊 对 你在被他说服之前 你没有要买啊 对啊 我本来就没有想买爆米花 你看到他的广告 透过他的文案 是 透过他的照片 甚至是动画 没错 或者是小影片 嗯哼 OK 那他就说服你了 对 然后你就点进去他的网站 然后你就下单了 嗯 所以呢 为什么社群现在很重要 嗯哼 他就 就可以触及到 本来就没有 想到要买你这个产品 的人 真的 然后呢 不只这样哦 他 可以优化到 只把广告呢 给不较有可能 买你产品的 那些人看到而已 哇哦 比如说 你的产品就不可能男生买 嗯 那就不会有男生看到 是 或是你的产品就不可能给 不可能卖给没有小孩的 嗯 他就会精准 去优化 所以为什么今天 太厉害了 这个也不是新的 为什么今天那个社群 媒体 在所有的公司里面 几乎要卖产品的公司 他必须编一个预算 来缴保护费给社群 嗯 不然 因为 好 在社群上对不对 是 你可以转换 对 你可以卖出东西 对 可是你又在社群 又必须建立一个形象 是 你要让大家很容易的搜寻到你 对 然后呢 搜寻到之后呢 从你的社群里面的图啊 照片啊 追踪人数去判断 你这个公司有没有可信度 嗯 那就是一个 又是一个门面的嘛 哦 对啊 没错 一开始大家会觉得奇怪 那个为什么我们要花真的钱去买 在一个网络世界人的追踪 嗯 然后因为了全部的人 就会被这个给影响啊 对啊 没错 没错 对 你要判断要买一件 假设一件衣服好了 爆米花可能觉得 这个还在冲动性购买里面 对对 没错 算了 买一买啊 对啊 那如果说有一个产品 它的那个价位是超过冲动性的 是 你不会去做一些调查吗 没错 没错 就要看它的评价啊 评价多少 有没有觉得好的啊 还什么之类的 这个全部都要看的 对啊 好 那你去收它的评价 Google也可以有评价嘛 只有只有一个 第三 只有一个 一个评价还是什么 就是非常少的 你根本不会看它 那或者是 它就一两个评价 全部都是一颗心 嗯 拜拜 还会考虑吗 绝对不考虑 那这些东西 是不是也可以操作 对啊 都能操作的 你是说留800万个链 对啊 你全部的亲戚 叫来不是有30个人吗 这让我觉得多好痛 真的耶 你知道在英国之前 有一个人 他在Trip Advisor 就是国外的评论餐厅的 他把自己炒作到 在英国 OK 排行榜第一名 然后它是一个 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餐厅 天啊 完全不存在 但是他就靠 操作评价啊 OK 然后 诺名其妙的 把自己推到 Trip Advisor第一名 哇 然后就开始有人打电话 来订位 哦我要订啊 然后就说一直推 哦没有不好意思 我们都买了 你可能下个月 可是到了一个 直接根本就买了 一个程度 就是他觉得 没有办法推了 他觉得好吧 那我们就开张吧 然后就在他家的后院 OK 很粗糙的布置了一下 然后呢 卖什么食物给人呢 卖什么 冷冻食品 太好笑了 这是一个搞笑的例子 然后就这样子 就开了 好那现在 我重点是要讲 就是在一个程度上 是可操作的 是 对不对 当然你也没有 故意要去操作这个 然后卖很黑心的产品 当然不长久 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 是可以操作的 比如鼓励大家 很多商家鼓励打卡 跟人家曝光 鼓励大家留评价 OK 那这个就是曝光啊 因为今天 你的最大的曝光 几乎都是在网路上 嗯 那我说大呢 为什么 因为它是 算是最经济实惠的曝光方式 没错 必须买那个看板 还便宜吧 嗯 比商店师还便宜吧 对啊 可是呢 你在操作的合一 操作的 那个适当的话 你可以跟你的TA 就是target audience 造成连结 嗯 对 那我刚刚讲的 那个操作 合适是什么意思呢 对 就是你所生产出来的素材 是有办法跟你的TA 造成连结的 嗯 搭上线 就是你今天 写文案的那个口气呢 是很权威性的吗 嗯 是命令式的呢 还是很亲民的呢 嗯 还是耍可爱呢 嗯 还是用一些年轻人的用词呢 好 哪一个 你要选对嘛 对啊 你今天是卖给贵妇的吗 嗯 或者今天卖给年轻人的 还是今天是卖给身价 上亿的老板 嗯 那你用词都不一样嘛 对 没错 对不对 是 你今天那个卖那个 Rolex 对 老力士 OK 他们的广告 跟卖Salon Pass 不一样嘛 完全不一样 今天我就觉得可怕了 找的代言人也不一样嘛 是啊是啊 因为你要跟受众 有办法造成连结嘛 对啊 所以又从文案啊 到所有的那视觉的呈现 是要符合那个品牌形象 没错 没错 然后那这一些东西呢 其实我觉得那个对很多的年轻一代的 是Common Sense 嗯 没错 对不对 对很多年轻一代 因为他已经理解了这个 有些人可能说 就是他出生的时代 就是已经 小时候小学 已经拿Smartphone 嗯 没错没错 所以他知道说 哦 我要怎么搜寻东西 嗯哼 所以他就知道说 那我今天如果要卖什么 我要卖产品 我要怎么让别人搜寻到 对 就从小就有了 我小时候是 拿的那个行动电话 是Alcatel 一支电话就等于 三支iPhone的重量 嗯 放在口袋里面走路 褲子会一直往下滑 嗯 好 那个荧幕呢 只能打两行字 没了 那按钮要按很大力 很大 那现在小学生呢 是拿iPhone 是 那所以他们接触的世界 是不一样 没错 他们对Digital这个世界 好 虚拟 算是虚拟吗 这个世界 他 就是自然的 嗯 那很多 很多年轻一代的人 他可能就是朝 比如说比特币好了 他就是觉得 这就是正常的 对他们来讲 就是正常的 对啊 这就是未来啊 但是我们看到 哇 这是什么东西啊 就好像说 你今天跟我讲 你花一百万 去买一个 电动玩具里面的宝剑 真的 好 那有可能之后 变成主流啊 是啊 你不知道啊 因为世界变得太快了 真的 对 就是因为今天 世界变得太快 我们还要一直读书 其实蛮累的 嗯 稍微一不注意 就是 啊 怎么世界变成这样子 真的 莫名其妙 那个虚拟货币变成主流货币了 哇 有没有可能这样子 真的不知道吗 没人说的主流 是啊 那现在光行销也是啊 就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就卖出了东西 嗯 那为什么现在还需要我们做网站 需要我们建立社群 还要请一批小编来回复客人 每一天制造素材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有人要看啊 因为今天你能触及到人 就是靠这个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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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次呢 看了报纸 然后买的东西 是什么时候呢 哇塞 我这报纸现在当什么样子 我不晓得 有没有变呢 对啊 所以呢 因为消费者的购买习惯 已经不同了 对 完全变了 之前的这个行销啊 或是广告 就想像 比较像是打猎 嗯 你就po一个广告 OK 在报纸 大家看了就打电话去订购 对对 现在有这么简单吗 没有 对不对 很少 对啊 大家的那个 现在大家是 OK看到你的广告 持续量大宝 然后就说 嗯 可能想要买 收藏 或者是 就放着 不管 嗯 没错 所以呢 那个一大批的商家呢 就需要再做 再行销 嗯 这个在以前也不存在的 今天我放 以前是 我放那个电视广告好了 你不买就算了嘛 我也捕捉不到你 对 对不对 算了 有人买就有人买 嗯 但现在 是 几乎是没人买 真的 但是买在 大家会购买在哪里 在 在行销 嗯 你点进去了 他的网站 比如你看到 爆米花嘛 你点进去 其实如果是你没有买 你之后会一直在看到 他的广告 对 然后呢 有一天你就被他说服了 是 是 所以那个就是 在行销 那这个 在行销 几买就是只有在社群 有办法 嗯 嗯 你其他的电视 看板 甚至radio 几乎是不行嘛 嗯 你不知道啊 对 那这样 可是像是 那我有个问题 像是在电视上啊 等等那种 哎 广告放了八百万 这种东西 不叫做再行销啊 因为他没有精准的 知道谁看呢 了解了解 对不对 那今天如果你已经点了我的网站 又在那边徘徊了好几秒 那我可以判断说 那是不是你的购买意愿是高的 甚至呢 你把某某商品加到购物车 可是没有完成订单 嗯 那我是不是可以判断说 你的购买意愿是高的 嗯 所以可以针对你 让你看到另外一组广告 是针对你的 也对 那可以 因为他可以segment 就是分类到那么的精准 太可怕了 甚至呢 那个 在脸书的广告 他可以知道说 你什么时候要去旅游 可能想要去哪里旅游 他就让你看到 那个相关的广告 哇 因为他可以分析你的behavior 没错没错 所以 你做的新闻 某个程度是有一点恐怖了 我们都有 真的 都有这些platform 在spy我们 真的 那这个呢 in a nutshell 就是digital marketing 那今天 就是因为有这些东西 有这些工具 有这些行销方式 让很多新一批的年轻人呢 在用很小的资源 就能开始创业 就能从一个国家 把产品卖到另外一个国家 全世界 那这样的状况 20年前 几乎也是不存在的 对啊 不可能 你以前要做贸易 就是几乎是 分开很高嘛 是 可是 你今天要把一个产品 卖给美国人 透过亚马逊好了 Amazon 亲而一举 太紧重了 就是跨境电商了嘛 对 那你量大了 就几乎是等于 在做贸易 那因为今天有这些工具 那当然那个 竞争是激烈的 对啊 但是呢 可能性 增加很多 所以呢 大家可以想想 那有什么 side hustle可以做呢 那你要 好好的执行 这个side hustle 是不是了解一下 digital marketing 因为呢 你把你的产品 或是你服务 推出去的时候 要靠的就是这个 嗯 就是要靠 这个digital marketing 对 哇 你今天讲很多 你真的把我们当成 那个 那个大学的讲座 来带上了 很棒耶 我们真是受益良多 我没有要卖各位 什么东西 我觉得很棒 因为这个东西 对于未来 我们就不需要 好好规划 就是接下来的日子 嗯 真的是要好好学习 因为世界真的太快了 是啊是啊 好啦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那个 节目也到了尾声了 我们真的太感谢 今天Patrick 跟我们讲了这么一堂 digital marketing的课 我也感谢我自己 真的 所以呢 那好 那各位听众朋友呢 在家里啊 可以现在开始 慢慢来思考了 因为接下来 有可能所有的活动 全部都不见咯 都取消了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思考 我们的未来 我们到底还有什么 那个叫做 side hustle 可以做 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不仅是对于未来 还是对于我们自己 都是更高一层的 应该说跨处吧 嗯 好的 那下周同一时间啊 也欢迎 也希望大家呢 继续收听 卡卡派双语talk show 那我们今天呢 就用最后一首歌 来跟大家说 拜拜 那这首歌呢 带给大家的是 from now on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